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的YouTube Channel时鸭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思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 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浪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继抗疫 拼经济反望报 好 今节我们就在世界时事多合一 第一则新闻就来自于 哎呀 这个乌克兰的鸣角 这个鸣角也是和乌克兰一样 一起成为了欧盟的候选国 这个鸣角也是比较特别的 之前很多人是反俄的 但后来生活所迫 他们也是对抗这个叫做 亲西方的政府 亲西方的政府 真是想不到 这个国家我们也提过很多次 其实我们不说应该也很少人说 就是摩尔多瓦 摩尔多瓦 摩尔多瓦 真是 央用及持遇 我们知道普京大帝再次抗轰乌克兰 乌克兰 得到了很多西方的防空系统 所以它就可以击落这些空中攻势 但是很不幸地 乌克兰的防空系统 今天击落一枚俄罗斯的导弹时 结果真是意外地落在摩尔多瓦北部一座村庄 哇 糟糕 是啊 幸好 当时是没有人在附近 没有人受伤 好 幸好 幸好 但是 如果再狂有攻势 你真是难以避免的 没错 你刚刚难保 没有损失的 而乌克兰首都几乎很严重的 在俄军的空中攻势之下 有八成用户停水 几十万户人停电 亦是麻烦的 说回摩尔多瓦内政报 这枚导弹落在靠近乌克兰边界的一条村 叫做纳斯拉夫克村 目前未收到任何人有受伤的报告 但是这条村 有几栋屋的窗被毁 我相信是震碎了 乌克兰也说 俄军向他们全境发了五十之劲 其中基库的供电和供水系统 遭受到严重的打击 基库市长 克里契科 其实也是在Telegram上说 目前基库出现了紧急状况 八成用户依然是无水可用 有三十五万户人停电 工程人员现在是努力帮他们伏电的 但是你要知道 在战争攻势之下其实都挺危险的 那些工程人员讲真 俄罗斯国防部之后就发了声明 说俄罗斯 是会持续以高精准度的 长程空中和海基的军备 是继续打击 他们就说是打击乌克兰军事指挥所 和能源系统 能源系统的说明 都挺大事的 所以连乌克兰的高官也说 你们真的没办法 如果要 今年冬天很冷 不如去欧盟其他国家过住 其实这次空中攻势的目标 他们就说全部是达成 就说全部是冬了 不过这样 乌克兰当然是否应了 这次俄军的 这些 导弹碎片 就是跌落了摩尔多亚 其实 大家知道 摩尔多亚和 乌克兰曾经都是 前苏联的加盟和国 现在政府都是亲西方的 另外10号的时候 摩尔多亚官方也说有几枚 本来在攻击 乌克兰的俄军 导弹是挖过了他们的领空 所以要求莫斯科大使解释 我说真理睬你也有味 其实 摩尔多亚 可能就会成为第二个乌克兰 我们之前说过 西方也很害怕 因为有些地方是说俄语的 而且摩尔多亚的得左地区 实际控制也不是摩尔多亚中央政府 摩尔多亚 其实都是位于一个地缘政治断层线上 一边是交战的乌克兰 另外一边是 欧盟国家 和北约国家 罗马尼亚 其实罗马尼亚说的东西和文化 是跟摩尔多亚好似的 罗马尼亚也是双重身份 欧盟和北约国家 三十年前 德涅斯特河 沿岸 就是有一场 俄罗斯支持的分离主义 行动 其实 这个地方 虽然现在没有什么冲突 因为得左地区 其实都已经是 名义上依然是摩尔多亚 但控制都已经是得左自己的政权 当地亦有俄罗斯的 军队的军事活动 处于东西方的 叫做 俄逢 这个是 英国历史学家兼作家 是这个叫做 Tessa Donut 他这样说的 他说 这个国家很 很特别 但这种特别 令到他们都很危险 东西方之间的俄逢 没有什么 比他的主要产业 更加可以赚钱 主要产业就是 摩尔多亚的 葡萄酒 摩尔多亚的葡萄酒 但是 你要知道 摩尔多亚为什么 之前对俄罗斯 有很大怨气 但现在民众 都说 可不可以和普京谈一谈 为什么 因为摩尔多亚 是 好 好 好 重要的 说三次 是很依赖俄罗斯的天然气 其实俄罗斯 曾经威胁过 要 断摩尔多亚的天然气 危机也是得出了 东欧小国和 和原 苏联的加盟共和国 在能源危机之下 外交的困境 都蛮严重的 当然 虽然 邻国波兰和罗马尼亚 经常帮助摩尔多亚 但是 之前波兰都要进口俄罗斯的能源 摩尔多亚共和国 在 东欧的中南部 接让就是罗马尼亚和乌克兰 国土面积很小 只有 3.3百万平方公里 人口 三百万都没有 历史上 它就是 在不同时期被 沙俄 罗马尼亚等国家吞并 上世纪就成为了 前苏联的一个加盟国和国 1991年 就是独立 因为苏联解体 是的 独立之后 其实摩尔多亚希望 加入欧盟 但是也没办法摆脱俄罗斯的影响力 所以长期以来 都是 採取了重视发展 对欧美关系 作为优先考虑项目 这个东西方平衡外交的状况 目前 摩尔多亚依然是欧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经济除了葡萄酒之外 还有一些工业 但是多数依赖外来的 原材料 其实之前摩尔多亚的天然气 你知不知道多少%是来自俄罗斯的 好像是90%多 最高时是100% 你真是没办法 真是没办法 以前 在去年9月底的时候 俄气 就是 提高了这个天然气的价格 摩尔多亚就不愿意付钱 在没有新的协议之下 是减少了对摩尔多亚的供应 摩尔多亚是要进入30天的紧急状态 哇 所以你要知道 真是很严重的 现在当然 他与乌克兰是轮角 是否真是央及慈余 因为太近了 我们经常说 所以 喂 我们之前说 隐石穴 你说怎么硬起来 大哥 你和 朝鲜是黏着的 你和我说说硬 很难 他把口 说得很硬 结果最后 都是要 看一看金仔面试 说真的 因为始终他有核 对吗 另外 因为 这个基库等等的大城市就被轰 亦都令到基库八成人没水 其实 德国总理 索尔茨 又打电话 撥了个卵给扎列斯基的 德国政府就发了官方声明 总理索尔茨 刚刚跟扎列斯基总统有通话 向他保证 柏林将会继续对基库提供援助 并且铺撻俄罗斯有关 乌克兰用装弹 装弹当然是不太好的军备 铺撻了这个指控 索尔茨在通话当中就告诉扎列斯基 德国将会继续提供 乌克兰所需要的政治 财政 人道 和军事援助 有没有叫 扎列斯基为什么派来的 诸德大使都这么多战狼 哈哈 没什么跟他说 索尔茨也谴责了俄罗斯 狂军 乌克兰的一些基建 并且是铺撻俄罗斯对 乌克兰用所谓的装弹 指控 就说这些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当然索尔茨也说 与扎列斯基 有个协议就是希望国际原子能总署 进行独立调查 就可以澄清 一些怀疑 当然大家看看 最后的调查结果是怎样 只要是这样 这是第一则的新闻 摩尔多亚也是很惨 经济已经很差 其实他也算是这样的 真心地说 他接收了很多乌克兰逃离人士 所以 该做的他也做了 该做的他也做了 也没什么可以 做到其他事 其他事也做不到什么 这个就是第一则新闻 第二则新闻 就来自一个国家 这个国家也 只要是这么说 很少国家 有国家领导人 没有人予接手 虽然 就算再差国家也有人予接手 总有一些 如果不好的国家 混游泳 有些好的国家当然 又可以实现他一些政治想做的事 结果这个国家 真是总统的位置 无人愿意接手 很搞笑 这个国家就叫做黎巴嫩 这个真是难搞 难搞 黎巴嫩总统奥恩 原来任期就昨日刚刚结束 这个国家 其实 是很分裂 他的政治阶层没有办法 对于 继任人 是达成一致协议 所以是造成了 权力的真空 其实有可能 令到这个日积 日益 衰败的国家 陷入更加多的危机 奥恩的退出 意味着 这个国家经历了 几十年 严重的经济危机 现在 就有看守政府 亦有看守的管理层 不过 是没有国家元首 在过度 政府权力不明确的情况下 其实大家都担心 宪法危机 会不会再一次重演呢 其实立法会今年 四次都未能够对新总统人选达成协议 总统的职位 对 是出现了恐惧 候选人 一定要获得至少三分之二的议员支持 才可以成功 根据 黎巴嫩的 政教分离的政治制度 总统职位 是为 不好意思 黎巴嫩应该叫 教派分权 不是政教分离 没有 政教分离就是搞定 是教派分权的制度 总统的职位 是一定要是 马龙派 基督徒保留的 黎巴嫩有些觉得是穆斯林国家 其实有很多基督徒 记住 自从今年五月 举行选 举以来 黎巴嫩 一直没有一个正常运作的政府 因为敌对的政治派系 不同意组成内閣 这场动荡也推迟了改革 而改革是 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达成的协议 如果 是改革 是同意的话 才可以付30亿美元的贷款 这是必要条件来的 不用紧 如果你 不是可以改革 不用讨论了 这30亿 对于黎巴嫩来说 至关重要 其实黎巴嫩是一个 下沉的船 有些人就比喻 无掌抬人 大家等沉 这个最后 选总统或者有人肯做 乐观点就几个月 悲观点 可能几年 真是大事 真是大事 虽然他现在是看守政府 搞下搞下 变成无政府状态 真是惨 你记住如果很多人逃离 全世界也有很大压力 黎巴嫩现在 经受 世界银行说 150年来世界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一的一个政体 有没有 记得我们之前说过 有人要拿回自己的钱 是要拿回自己的钱 所以 令人真是 好 不知道怎么说 黎巴嫩 除了经济危机之内 真是大事 还有就是 卫生危机 黎巴嫩 世卫就发出了警告 说他们霍乱 现在已经是 迅速的蔓延 根本是对于 这样 不稳的政权 雪上加霜 黎巴嫩现在在爆发 几十年来 首次严重的霍乱 从 10月5号起 黎巴嫩已经是通报了 1400宗 17人走了 声明 来自 WHO 世卫 声明 也发了出来 虽然 最初只是局限在最贫困的北部 但已经是迅速蔓延到各地 世卫也说 已经打算帮助 他们 就会有紧急资金送到当地 希望可以做到点事 真是难 这些国家真是很难 这个就是第二则新闻 最后一则新闻 来自租老头的 拜登 拜登 就 想着向石油公司 埋手 哦 因为拜登说 你们现在正在发战争财 原来他想着学他的好朋友冯德莱恩 征收暴利税 因为 早前 埃克森美孚和雪佛龙 公布了他们的 财务报表 这个数字很英俊 赚了几百亿美金 所以拜登政府就敦促 在高油价之下 麻烦你们增加石油产量 因为他叫不动 沙地亚拉伯 哈哈哈 租老头拜登就说 你们这些石油企业 从俄乌战争当中 是谋取暴利 并且要挟 就是 我们很快就会征收暴利税 除非你们增产 他一说增产 就等于相对来说 我们收入少了 是的 是吗 其实怎样你都听他说我这样说 拜登也说 包括你们埃克森美孚 雪佛龙 在内的石油和天然气巨企 赚了巨额利润 现在距离 冲期选举都不足一个星期时间 油价已经令到民主党人 处于一个 不利的局面 拜登昨天也说在战争时期 任何获得 历史性暴利的公司都应该是 背起更加多的责任 他也说 有机会做到这点的 你们做到之后 就可以降低消费者在入油站的价格 如果你们不敢做 对不起 搞多点税 也有其他限制 那埃克森美孚赚了多少钱呢 原来他星期五公布了他的 财务报表 上个季度 厉害 季度 正利润是接近200亿美金 创了历史新高 竞争对手雪佛龙 第二季度 盈利就是112亿美金 略略地低过上个季度 上个季度就有新高 拜登就说 你们这些利润是发战争财 在俄罗斯 出兵乌克兰 伤害全球几千万人 带来的横财 言下之 要不要吐出来 拜登也说 他的政府 将会 与国会合作 制定潜在的 政策 现在是时候 你们这些公司 停止在战争当中 谋取暴力 履行你们国家的责任 令到美国人 觉得开心一点 放松一点 我相信你们可以做得很好 拜登也多次呼吁生产商 利润 赚那么多 但是 不可以再这样暴力 要提高产量 但是华尔街 已经向石油公司施压 要求他们 你们赚多那么多钱做股东 是否应该 给现金返还给股东 其实今年夏天 美国的汽油价格 达到每加卵5美元的 创纪录水平 之后油价有所下降 但是 依然被特朗普离任的时候 高百分之六十 原因就是石油消费好劲 全球供应受限 对不起 下星期 就将会在中期选举 这次 要这个 埃克森美孚和舒佛龙 究竟他们肯肯勾出来呢 他可以 但是你知道 传统地理来说 共和党是跟这些大油商是好一点的 他们会想 撑你呀 你下个星期呀 都已经不是众议院的 华士那个 不用管理你吗 共和党是我们好朋友 哈哈 我们跟他谈得了 走开一点 哈哈 都不出奇 因为他的 税客 其实 跟共和党可能有论谈 当然了 现在高尤家 已经成为了民主党的一个政治负担 总统 在 所在的政党 有可能 两院都会失去控制权 我都觉得这个应该是个正常结果 哈哈哈 真是对不起了 任何对石油行业征收的新税 立法都是面临着 一个局面就是希望 很渺茫 尤其是在 这个众议院 民主党议员之前就提出过 对石油公司的利润征收暴利税但是 遭到石油行业的 冷袋 惨你都生光果 美国石油协会 的游说团体就说 总统的言论 是竞选的花言巧语 只是 任何增加税收都可能 适得其反 他们的CEO 叫做Mike Summers 辛马士先生就说 油价 不是石油公司制定的 而是全球大宗商品市场 他们是制定的 一切都看市场的 对于 美国能源增加税收 我跟你说 会阻碍新的生产投资 这样 吃得其反的 另外 原来埃克森美孚的CEO Darren Woods Woods先生也说 美国一直在讨论 我们的行业 将部分利润直接反还给 美国人 实际上 这个也是我们 以贵度分红的形式所做 但是你分红是分给股东 股东是美国人 股东是美国人 股东不是美国人 股东是美国人 现在要你 怎样都要吐出来 对了不用说了 其实拜登政府已经采取了措施降低油价 包括 释放 石油储备 而且是创纪录 拜登曾经说过 以每桶石油67到72美金 重新补充 这种储存计划 将会 为油价设置一条底线 并且 应该给石油公司增加开彩的信心 他可以说 哎呀你要我付那么多 暴利税 我们没有信心开彩呀 怕亏损 都有可能 商家佬有什么说不出 好 今节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再见